我们现在要开始叫东西叫做简单机械 我们会介绍好几种简单机械 就这一些的简单机械 我们要介绍杠杆轮轴滑轮齿轮斜面或螺旋 常常考试的有杠杆 有所谓的滑轮斜面轮轮 齿轮台湾现在几乎是不会再出再考的 螺旋出的也很少 轮轮很少 比如在题目里面像滑轮的滑轮组算是出现多的 还有斜面 OK 这个叫做简单机械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装置 然后去做到一些动作 那平常的机器经常是这些简单机械组合而成 组合而成 所以它们是基本元件 所以我们称它为简单机械 像这个叫做杠杆 敲敲板 这个叫做轮轴 这个叫轮轴 这个叫做斜面 这个叫做斜面 这个叫做滑轮组 这个叫做滑轮组 OK 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简单机械 那么这些简单机械为什么要用它 因为它可以帮我省时 省力 或者是为了使用方便 所以我采用这些机械 我用机械的目的是为了省时 或者是为了省力 或者虽然不省时 但是使用上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OK 在国中阶段 我们在教你的时候 我们考试考你的时候 省时的都会费力 省力的就会费时 这其实是不对的 不一定的 我们讲这句话的前提是 假设我们的功率是一样 你拿挖土机去挖土的时候 这个挖土机挖土的时候 它对你而言 它既省时又省力 既省力 因为它的功率好大好大 比你用一个人在做大太多了 所以现实生活里面 一个机器可能它会对你而言 是既省时又省力 但是在我们国中教你的时候 省力的就会费时 省时的就会费力 隐含的前提是 我们的功率是一样 功率是一样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做工的结果就是 能量的变化 功能原理 那么现在我们要 透过一个机器 就是我对机器做工 对机器输入工 然后改变它的能量 有能量就是可以对外面做一些事情 再请机器呢 对外面输出工 做一些事情 那老师啊 你干嘛不直接做就好了 干嘛要透个机器 刚刚讲过 为了什么 为了省时或者是为了省力 或者是为了操作比较方便 所以我透过它来做这些事情 没有直接去做 就是用我们的功能的观点来看 我们运用机械的想法 我对机器做工 机器在对外面做工 然后把能量送出来 然后就会产生 等一下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是一个重点 keyword 机器可以帮我省时 可以帮我省力 但是不会帮我省工 它只是帮我传递工 传递能量而已 我要让一个东西得到五焦耳的能量 我就一定要拿出五焦耳的能量 它才会得到五焦耳的能量 它也不可能拿出三焦耳的能量 它就得到五焦耳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keyword 一个重点 机器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但是不会省工 不会省工 而现实上通常要更多 因为现实是有摩擦的 是有阻力的 所以我给它十焦耳的能量 可是因为有摩擦阻力损耗 它只能够对外面输出八焦耳 所以我给它十焦耳出来 只有八焦耳 它会损耗掉 所以透过这个机器 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但是不能够省工 而现实上是经常要多费一些工 因为有摩擦力 损耗的关系 有磨害损耗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们讲 机械 为什么要使用机械 是因为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或者是使用方便 重点 可以省时 可以省力 但是绝对不会省工 这是一个keyword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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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